《小敏家》是根据尹北的同名校说改编,由汪俊指导周迅、黄磊、唐一新、图松颜、刘莉莉领域主演、秦海璐、韩同生特别主演的家庭伦理剧,讲述了几个家庭面对爱情、婚姻、事业的不同人生态度的故事。 在剧中,陈卓撒下了一个大谎,成为大结局的关键伏笔。陈卓虽然已经46岁了,却是一个火力四射,充满了浪漫情怀的男子。 有一句话说,每个人的心底都住着一个小精灵,岁月苍老的只是容颜,永保年轻的是心态。心态年轻,心底的这只小精灵便会越加灵动,生命不息,灵动不止。 千帆过境,归来仍是少年,那么陈卓撒了一个什么大谎呢?陈卓与金波在能成机构的大堂相遇,是初次吗? 众所周知,李平和刘晓敏是同学家发校,最好的闺蜜。金波来找李平求职,欲言又止,李平说道,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,有啥事?你说,李平比刘晓敏大两岁,与刘晓敏却是同年结婚。 李平嫁给了陈卓,金波娶的是刘晓敏,俩人是好闺蜜,常有走动。 小时候的陈佳佳和金家俊在一起玩过,如此亲密的两家又生活在一个场区,俩人的丈夫能不认识吗?陈卓和刘晓敏能不熟悉吗? 然而,当陈家问起刘晓敏和金波为何分手时,陈卓失口否认道,这我哪知道呀,陈卓显然是撒谎了。 其一,陈卓是认识金波的,其二,金家俊与陈家家同龄,刘晓敏与金波分手。 金家俊六岁,陈卓与李平分手,陈家家七岁。 陈卓和李平见证了刘晓二人分手的过程,为了争夺抚养权,李平还帮助过金波,陈卓岂能不知道。 奇怪的是,陈卓偏偏说他和金波是初次见面,对刘、金二人的事一无所知,而这就是陈卓撒下的一个大谎。 那么他为什么要撒这个谎呢? 李平发现陈卓与刘晓敏的恋情之后,心下产生一个疑问。 当年他和陈卓是和平分手,其后才与红卫结婚,谨守本分,婚内不作愉悦之事,是他做人的底线。 陈卓竟然和刘晓敏在一起了,让他不惊生疑,难道他和陈卓未分手时,两人已经暗送秋波,眉来眼去。 否则,陈卓为什么否认认识金波,说他和刘晓敏是一年前认识的。 在李平看来,除了陈卓的反常之外,刘晓敏也透着古怪。 两人外出务工,同在已成,多次同学聚会,刘晓敏总是不露面,尤其是对他表现出神神秘密,伪莫如深姿态。 如此更令李平生疑,那么陈卓为什么要撒下这个谎言,难道他在13年前就对刘晓敏心援意骂? 众所周知,陈卓是一个三观极正之人,绝对不会做出切鱼之事。 然而,因为这个谎言引发了李平的猜忌,变得不平衡起来,如果两个人当年并已经暗身款去,让他如何再面对二人。 在他看来,刘晓敏是有前科的,和苏老师通信便是证据,这也是侠气的他打抱不平,替金波争取儿子抚养权的原因之一。 也是他发现陈卓和刘晓敏的恋情之后,内心不平静的原因之一。 而真相究竟是什么,如何消除误会,逼着分析只有大结局时才能揭晓。 而这就是一个关键服务癖,包括王宿敏在内,对陈卓和刘晓敏相恋也是持怀疑态度,并不认为他俩是一年前菜相识的。 这也是他反复说,教我如何跟李平妈解释的原因吧。 古话说,瓜田不纳缕,理下不准观,刘晓敏的个性有点我心我素,这是他十几年来被人误会的原因。 刘晓敏对陈卓说,你其实不是我崇拜的人,从这句话透露出来,刘晓敏最崇拜的人是苏老师,但也只是崇拜而已,并不会和苏老师走到一起。 用刘晓敏的话说,我跟苏老师志趣相投,只是一起商谈,谈诗,仅此而已。 由于我心我素,却被众人误会了他俩的关系。 有一句话说,人是群居动物,忽略了这一要素,我行我素只求无愧于心,其实是不够的。 脱离不了群居动物的社会性,就得遵循群居动物的行之规则。 为人处事,该避嫌的还是要避嫌。 这一话可有道理呢,小敏家对爱情,婚姻,青春的成长有着深入的触及,给人思考,十分精彩。 以上是笔者根据剧情的分析,对此你怎么看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